带你走访人文蕙翠的西罗 一定不容错过郑文书院 郑文书院为云林县朔国仅存的古书院 位于兴隆西路与文昌路口 云林县中山国小旁 建于清嘉庆二年 西元1797年 当时为文昌帝君祠 供奉五文昌帝君 文昌子童帝君 文恒帝君 服幼帝君 朱衣帝君 绿衣帝君 文词内设有郑文社 义符社等社团 爱好诗词的文人雅士 常与此聚会 嘉庆17年时 郑文社 王友诚等 倡议成立书院 经廖成和的热心人士 捐资新建 四年完成 梁上选有千秋书祖古贬 当时也因此文风鼎盛 1985年时 行政院内政部 将此列为三级古迹 书院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 为云林县最珍贵的文化资产 而每年到了考季 政殿岸上总是摆满了考生 充满期望的准考证影本 形成有趣的画面 跟着我来看看 政文书院的格局吧 分为二镜 将讲堂与祭祀的空间合并 可看到政殿与拜殿 其中拜殿围墙 为现存民国十年前 唯一的建筑物 而山门为民国七十四年时 政府列为三级古迹时 编列预算增建的 政殿与厢房为土角砖堆砌而成 于民国十年时 改为清水砖造的建筑 书院要欣赏古人书法艺术 从匾额中可以欣赏前人字迹 千秋书祖木匾为嘉庆鬼友年 1812年政文社所献 雕刻又可分为石雕与木雕 政文书院山门匾额 雕龙雕工精气 简年就是以瓷碗瓷瓶的彩色碎片 配合工匠的纯熟技艺 拼贴成人物花鸟的立体图形 政文书院中的简年作品 位于两殿的屋脊上 且题材以花草鸟兽为主 邪魁为正殿台积前方 中央所制的倾斜石块 上雕云龙又称玉露石 为方便神教出入 且浮雕有止滑作用 石狮位于山门屋檐下方 与梁柱间 石骨置于中门门柱前方 为门柱基础的一部分 可防止门柱摇动 石骨下有基座 有如柜台脚 报骨时最喜用罗文 骨身下部突出 当成门就 字指亭 习人以为文字乃苍结圣人所创 故对文字字指不敢有丝毫无辱或污气 见到片指之字 避简石丢进自止炉焚烧 以示尽袭圣贤自击 此乡井开凿年代约在嘉庆初期 迄今已有两百年 早期以木桶提水 有时以勺子一咬即得 井水从未干涸 不料至民国八十年 竟然水枯见底 民国七十六年时 重修加高石块 陷于井口并加铁网 以为安全 书院拜殿左右侧 以双丝座代替刮筒 作为承重构建 通梁下方的熬龙托木 为文昌词或书院所特有的装饰 象征世人应试时 能独占熬头之意 正文